安排的行程是游覽SM Core X 第一件事我就拿到個Name Check 牌 大家開這個EXO的專輯 SM 攤影院環繞視野全色圖演出 我只是想知道我老公的首歌何時想搞 以前我拍了這麼多有關EXO的影片 今天我終於拿到SM的贊助了 雖然嚴格來說不是SM整間公司贊助我 只是SM Global Shop的部門贊助我 不過不要緊的 今次SM Global Shop 下次SM Core X 之後SM Concert SM Museum 之後他們就會邀請我出現EXO的MV 整件事非常合理 我和Zulu開花結果的日子還不是指人可待 SM Global Shop是一間主打韓國以外粉絲市場的網店 主要販售SM藝人的專輯和周邊 而正正因為它是為外國人而設 所以裡面販賣的周邊和韓國版本的網店 是不完全一樣的 個人認為文具類和服裝類的周邊 SM Global Shop是收錄得比較多的 甚至是會有他們獨家出品的周邊 事前我就去了SM Global Shop訂了少少的貨 雖然我不知道我少少的定義和你的定義會有些不同 但是總之今天就和大家開箱一下吧 第一樣是我們的主角 專輯 SUHO在3月30日發行了他人生第一張Solo專輯 自畫像 專輯一共有六首歌 而大部份的歌是SUHO都有參與製作的部分 而主打歌就是第二首 Let's Love 這首歌我聽到第一顆字 我已經知道是一首好歌了 後面的You're my dream You're my dream BOOM 買買 再買 不過我覺得第六首歌真的有點少可惜 因為Feed Google不是我 Odysim no energy Odysim no energy Dashish is a kai so energy 顧名思義這張專輯就是以自畫像做主題 而它封面也有四張自畫像 一開始我以為是電腦程式生成的照片 但後期才知道原來他們是請了畫家 真的用顏料逐筆逐筆地畫出來 之後整個時候我覺得非常有心 它的質地很...很好的 哈哈哈哈 它裡面應該是有小卡和明信片要抽的 雖然全部都會是書號來的 我想應該不會突然出現個細分 但是也期待一下 其實我非常佩服它舊照片也這麼好看 如果你讓我給大家看舊照片還要印成小卡的話 我會哭了 哈哈哈哈 這些照片是超漂亮的 我想說 其實本來是想買這件外套的 這件外套超漂亮的 我想說 但是我上網看價錢之後就... 好,我躲一躲 我上網看 也有提及到 然後就發現 嘩 原來他們都花了多少心思在這個專輯裡面 專輯開箱的部分就是這樣 一如既往地小卡都是歡迎大家同學換的 而我想換的是 真人 而第二件我在SM Global Shop 訂的貨就是 衣服 我個人是一個挺喜歡買周邊衣服的人 因為買明星衣服的罪惡感很低 那我UNIQLO買一件衣服都幾百元 那我這裡買幾百元的衣服都很合理 我訂了一件T恤和Foodies 兩個都是以Obsession做主題 我選這件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它高調得來又不是很高調 而且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正襯的效果 即是鬆掉浪漫é 噢,是靚耶 這樣的 哇 alpha 我很聰明 相對上就比較普通 這裡售一個城陽號 ages 然後這裡有個6字 然後我們也有同一個exo VR 1 這件的非常適合一些低調的朋友 最後一件我買的東西就是SUPER M Mini quantitativeเพ day light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而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三個可以在SM Global Shop 用這麼便宜的價錢去買東西的方法 其實我不肯定廠商會給我講這部分 因為優惠是我自己去發掘 如果你後來看影片沒有了這部分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嗯 哈哈哈哈 快點抄掉它 1.登記做會員 在下面留言和置頂留言會有一條連結 選購自己想買的貨品 記住在下單之前那刻登記做會員 登記做會員的話 你就會收到一個限時的discount code 用那個code買東西 你可以得到9折的優惠 2.善用雜運 SM Global Shop 寄去美國地區 滿一定的金額是免運費 但是直接寄來香港的話 運費就會非常貴 我這堆貨如果用官方的運輸服務 運費是要足足600元的 但我用了雜運之後 運費都只是40元而已 所以我建議香港的大家善用雜運 第三 把握家單優惠 當你第一張單落單給完錢之後 如果你再想買東西 第二張單是有機會會有七五折優惠的 所以如果你訂的貨是偏多 你又不介意它分開東西的話 我就會推薦你分開兩張單去買了 第一張單就可以有九折 第二張單就有七五折 就會化算很多 這個問題都非常多人問的 唉 都是一個很傷心的話題 心理準備其實一早就有了 自從飯上去那一刻 都已經知道 他要入午 亦都預計到他哪一年要入午 年半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不算很長 因為本身KPOP 藝人出歌的頻率都不是很頻密的 即是年半才出一首歌 都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但是可惜的點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短期內都不會看到完整的EXO 預計他們當兵的日子 大約都要差不多四五年之後 我今年22歲 即是預計26或27歲 我才有機會再看得回EXO的完全體 甚至差點說一句 四五年後 他們是不是真的繼續留在SM 或者是否從事演藝的行業 都很難說 即是不要說四五年後才看得回 其實四五年後 是不是真的看得回 都已經是一個未知之數 而相信這一點 都是很多人感到很擔心 很不安很感觸的原因 第二點就是 他今次入午和正式的告別 因為疫情的關係 原定的告別Fan Meeting 取消了 很多Comeback和粉絲見面的機會 都取消 可惜就真的可惜了 但都真的沒辦法 很多事情都真的不到我們作主 我不知道明天後日下星期下月會發生什麼事 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 唯有鼓勵大家好好把握和回味 音樂或者明星帶給你的各種喜悅和啟發 好了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星期白言就comeback了 歡迎在Exing Lover Shop買它的新專輯 去到Exing Lover Shop買 包括計算量 如果對Exing Lover Shop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下面的連結去買東西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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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